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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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乔虎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快快乐乐的分挑挑做游戏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 开心的玩玩 快点 开手 点你 点头 我们一起开心的笑 开手 你们想想梦想 我们一起快乐去一起 乔虎来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转眼就到七月了 是啊 乔虎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 那是不是就要进入夏天了 陶乐比不对 要知道六月二十一日是夏至日 所以其实夏天从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在那一天 北极圈的小朋友们都只能看到一天的白天 还有呢 好了 哥哥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还等着看我们的节目呢 让我们先来跟他们打声招呼吧 好的 我先来 大家好 我是乔虎 爱夏天的乔虎 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要注意收看哦 嗨 我是爱唱歌的陶乐比 我也很爱夏天的哦 嘿 大家好 我是穿上了短袖的向日葵哥哥 还有我 还有我 会唱会跳的小蜜蜂姐姐 没错 在这里呢 让我们和乔虎一起在快乐中学习 在学习中自信 在自信中成长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乔虎来啦 那么在做完热身操之后呢 我们要一起玩一个有趣的拼图游戏啦 平时天天都能看得到的一样东西 一棵树 一棵树会是什么样的呢 乔虎星期天 三角形是三条边 长方形是四条边 乔虎 我来考考你怎么样 我们平时看的那个书啊 它是什么形状的呀 嗯 哥哥 书是长方形的 嗯 巧虎 我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来想一想 生活中 我们还有哪些生活用品 和文具是长方形的呢 嗯 我想一下 有千笔盒 笔记板 还有黑板 还有 嗯 生活中啊 有很多物品 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 形状热身操吧 好 一 二 三 四 双脚打开三角形 动动手臂变圆形 手指组合长方形 伸伸手来 踢踢头 伸伸手来 踢踢腿 断肯身体棒 一 二 三 四 双脚打开三角形 动动手臂变圆形 手指组合长方形 伸伸手来踢踢腿 锻炼肌肉身体棒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四 双脚打开三角形 动动手臂变圆形 手指组合长方形 伸伸手来踢踢腿 锻炼肌肉身体棒 那么在做完热身操之后呢 我们要一起玩一个有趣的拼图游戏啦 拼图游戏是什么呀 那接下来哥哥就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吧 这个游戏呢 需要两个小朋友进行配合 才能够完成 在电视机前的小观众们 你们可以和你的爸爸妈妈 一起完成这个游戏 游戏规则呢 很简单 就是哥哥说出一个形状或者物体 比如说三角形 于是呢 姐姐和巧虎就一起配合 完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图案 就是这样 如果哪一组小朋友摆得最多 而且最像的话它就可以获胜啦 嗯 现在呢我们已经请到了六位幸运的小朋友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的姐姐和巧虎呢 也组成了一组 她们接下来也要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去哦 嗯 好 那小朋友们 我呢就来当裁判 来发号示例 你们就开始做动作咯 第一个动作 嗯 三角形 三角形 哇 真不错 做的都是三角形 很好 那我们放下来 我们做第二个 第二个形状是 我想一想 圆形 有没有圆 圆 圆的 圆的 啊 很好 都是圆的 那我们来想第三个 第三个要想难一点的 第三个是 长方形 啊 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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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看来小朋友都很聪明啊 哎 巧虎 要不我们想一个难一点的怎么样 嗯 好的 我来想一个 嗯 我来想一个 就是我们平时天天都能看得到的一样东西 一棵树 哦 一棵树会是什么样的呢 啊 很好 我们这有四棵树呢 非常好 来给自己拍手鼓励鼓励 好 嘿嘿好棒哦 小朋友们 今天的肢体拼图游戏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还能拼出其他的东西吗 你在生活中发现哪些东西是三角形 长方形 圆形的 也可以来信告诉巧虎哦 好了 本周的巧虎星期天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千万别走开哦 小眼睛小鼻子小耳朵 有一颗小小的心在期待着 啊咕噜咕噜 绿的蓝的白的还有整个五彩的世界 耶 小眼睛小鼻子小耳朵 有一颗大大的心在呵护着我 啊咕噜咕噜 绿绿的草地 哦蓝天白云 还有小鸟的白的还有整个五彩的小鼻子小耳朵 有一颗小小的心在期待着 啊咕噜咕噜 绿的蓝的白的还有整个五彩的世界 小眼睛小鼻子小耳朵 有一颗大大的心在呵护着我 啊咕噜咕噜 温暖的阳光 哦微风吹着 今天好快乐 蓝蓝的白的产品 乔虎侦探 乔虎 我有一个请求 啊 头络比 有什么你就说吧 别吱吱呜呜的了 说起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这几天睡觉天天都做噩梦 所以我想今晚你能不能陪我一起睡呀 哎呀 陶乐比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原来你还怕一个人睡觉啊 喂 你好 这里是巧谷侦探社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你好 巧谷 为什么不能用被子蒙着头睡觉呢 蒙着头睡觉好像身体不太好吧 好像我这几天睡觉也用被子蒙着头啊 陶乐比 我们还是去问问向日葵哥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吧 嗯 巧谷侦探社出发咯 蒙头睡觉会缺氧吗 答案A 会 答案B 不会 我不要转悟了 不要转悟了 我是夏日葵哥哥 不要转悟了 太棒了 我们终于来到马场了 骑马呀 需要勇气 不能退缩 嗯 准备好了吗 广告之后 节目更精彩 想和我一起玩吗 那就快来乐志小天地吧 乐志小天地 没愿一套商品 构成物丰富 学习领域全面 游戏就是学习 每天快乐成长 分零分板 贴合孩子需求 我还有新来的志小天地 还要索取减废体验帮哦 8008205099 我不要转悟了 不要转悟了 我是夏日葵哥哥 不要转悟了 做噩梦了 好可怕 好可怕 我要去西班里 好可怕 我们的小朋友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也许会因为害怕 而不敢睡 所以呢 他们就会用被子 把头给蒙起来 其实这样做 是不对的 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哦 把头蒙在被子里睡觉 空气不流通 睡觉时 由于呼出的二眼 要氧化碳 就在被子里会越来越多 氧气越来越少 身体里的器官 接受不到足够的氧气 就无法正常的工作 第二天起来 就会没精神 像这样 晚上好好的盖好被子 睡上一觉 早上起来 是会很有精神哦 蒙头睡觉 蒙头睡觉会缺氧吗 答案是A 会 桃乐比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晚上睡觉 不能用被子蒙着头了吧 会缺氧 会缺氧 而且还有可能会做噩梦哦 对啊 那现在还要我陪着你一起睡吗 不用了 不用了 桃乐比可勇敢了 嘿嘿 桥虎也是一个人睡 我也很勇敢的 小朋友们长大了 也要做个勇敢的孩子 学会一个人睡觉 和桥虎一起学 立体图形对应 桥虎的书房里 有石钟 皮球 垃圾桶和书桌 猜猜它们都是什么形状的呀 三角形 圆形 圆柱形 长方体 让我们再来一遍 三角形 圆形 圆柱形 长方体 桥虎白宝箱 姐姐姐姐 那边有个花花梯哦 好多小朋友在玩 一定很有趣 那我们赶快去玩吧 走 哎呀 姐姐 好多小朋友在排队 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呀 小虎 小朋友们 我们要做一个遵守秩序 爱排队的好宝宝 这样的话 我们一会儿就能玩上一次滑梯啦 哦 我知道了 另外 小朋友们要记得哦 在滑滑梯的时候 要让先来的小朋友先玩 后来的小朋友等一下再玩 我们要做一个 遵守秩序的好宝宝哦 姐姐姐 我还想再玩一次 小虎 小朋友们 如果想再滑一次滑梯的话 我们要重新排队的哦 走 走 走 小虎 好 真好玩 对啦 翘翘板也是小花园里的热门项目呢 小朋友都希望自己能够玩得久一点 可是 我们只有轮流玩 大家一起玩 才会更有趣呀 是不是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在小花园里滑滑梯玩翘翘板的时候 大家要按照顺序轮流一起玩哦 是的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玩吧 太阳光景亮亮 熊鸡长三长 花儿醒来了 鸟儿猫手装 小鲜鹊造新风 小蜜蜂才迷茫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往东来创造 轻轻的叶儿红红的花 小蝴蝶在玩耍 小蝴蝶在玩耍 不爱劳动不学习 我们大家不学他 要学习却造新风 要学蜜蜂才蜜糖 劳动的快乐说不尽 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小蝴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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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已经这么开心了 小蝴蜂 小蝴蜂 这可是我和乔虎第一次来马场 是啊 小蝴蜂 谢谢你带我们来马场学骑马 是啊 妈妈说 这次出来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谢谢小蝴蜂 她有事不能带我们出来 这次要麻烦你了 其实骑马我也在学习中 跟你们一样都要好好学习 过了有一点 骑马需要勇气 不能退缩 准备好了吗 小蝴蜂姐姐 这一点 你放心 我有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勇气的 我比你还多还多还多呢 那现在就把你们两个的勇气装好 我们出发了 出发 走 那边已经有人在骑马了 真的 好帅 小蝴你看 那个叔叔好像在跟马讲话 真的 人还可以跟马讲话吗 对呀 骑马呀 除了要有好的技术之外 还要跟马有很好的交流 这样我们才能跟马成为好朋友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子 小蝴蝶 乔虎 乔虎 快来看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马鞍 原来马鞍长得是这个样子的 小蝵 乔虎 这位是照顾马儿的赵叔叔 他可是马儿们的好朋友 赵叔叔叔 正好 我是小蝵 他是我的好朋友 乔虎 你们好 欢迎你们 听小可姐姐说 你们想学骑马 对不对 我妈 她奥运比赛里面 那些这人骑的马好帅 好帅 骑马是很帅 不过叔叔这里的马 只让喜欢马 并且马儿也喜欢他们的人骑 那怎么让马儿喜欢我们呢 是啊 怎么样让马儿喜欢我们呢 其实只要你们真心喜欢马 马儿也会喜欢你们的 这里有马儿最爱吃的胡萝卜 我们一起去喂他们吧 耶 去喂马喽 嘿嘿 我们可以跟马做朋友喽 哎呀 瞧你们高兴的 今天可就麻烦你了 不客气 看小朋友们这么喜欢马 我们也很开心的 我们一起去喂马吧 好的 嘿 Panda 吃饭咯 来 真乖 多吃一点 待会儿带你出去溜溜 赵叔叔 我可以喂他吗 好啊 不过记得要把胡萝卜 放在你摊平的手心中 这样马才不会把你的手 当成胡萝卜 给一起咬下去 你叫Panda吗 我是巧姆 胡萝卜好吃吗 多吃点 叔叔 你看你看 Panda吃我喂的 他喜欢我 对啊 巧虎喜欢Panda 所以Panda也喜欢巧虎 那我可以摸摸他吗 可以啊 哇 马儿好可爱 我也好喜欢马哦 小琪 快过来啊 等等 你怎么了 我觉得马又高又大 我好害怕 小琪 你不用害怕 可是我真的还有点害怕 小琪 你难道不想当一个最帅的小骑士吗 别紧张跟我来吧 马是最善良的东西人类的好朋友 只要你喜欢他 只要你喜欢他 他也会喜欢你的 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小琪不敢走进马棚 就没办法骑马 那他和巧虎能成为最帅的小骑士吗 请收看下期 巧虎剧场之 骑马很帅 下 姐姐你看 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 小朋友还在信里提到你呢 是吗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吧 嗯 给姐姐 哦 这是一位来自中山西路的圆梦杰小朋友 圆梦杰 诶 很好听的名字呢 是啊 让我们来看看他在信里写了些什么 哦 他说 我爱你巧虎 小蜜蜂姐姐 我也爱你 谢谢你圆梦杰小朋友 谢谢你喜欢小蜜蜂姐姐 喜欢巧虎 嘿嘿 嗯 姐姐 你看信的背面还画了好多小朋友 哇 是的呀 这个感觉像奇械 嗯 那么要恭喜这位圆梦杰小朋友了 你将获得由巧虎提供的神秘礼物一份哦 如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巧虎的信息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3w.巧虎.com 也可以关注我们两个新浪的微博 当然咯 如果你想给巧虎写信 或者画画给巧虎的话 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哦 对 邮寄地址就在屏幕的下方 记得哦 要让爸爸妈妈一定要给你们牢牢的记住才可以哦 嘿嘿 那接下来我要公布今天有讲问答的问题咯 今天的巧虎星期天中哪个图形我们没有练习呢 A.圆形 B.零形 嗯 如果知道答案的小朋友就赶快登陆新浪微博 把你的答案评论并转发给巧虎来啦 你将有机会获得由巧虎提供的神秘礼物一份哦 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 让我们赶快和巧朋友们说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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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每天努力向前进 来吧来吧 我们一起做游戏 做最勇敢的你 把烦恼哭泣 全都忘记 和快乐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